我們現在最常見的心臟病 就是叫做冠狀動脈心臟病 簡稱做冠心病 導致冠心病最重要有幾個因子 就是控制高血壓 控制糖尿病 控制高血脂 那這三樣都跟飲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冠心病這種心臟病其實是一種文明病 古代的時候大家吃的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個膽固醇不會那麼高 而且以素食為止 以前是營養不良 現在是營養過剩 那營養過剩的結果就會囤積在身體裡面 那囤積那些脂肪囤積在血管裡面 就造成這個阻塞的性效 素食它一方面可以降血壓 二方面可以控制糖尿病 那當然可以控制血脂 所以這個飲食跟心臟病 特別是冠心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就算是全程序